走双标系列 姐妹在玩游戏时 那我来咯 再见 OK吗 等一下我们先打开一下 对不对 举报举报 某位殖民女明星 在上班时间开始喊 扣钱扣钱 来 心灵带你了 好 用你抬头看 发现不是老婆的顺序行 你还直接低头 换了个更实不错的姿势 继续按你手机 这次还好了一点 至少我抬头看一眼 但是感觉下雨了 又要按手机了 毕竟她没想把手机放下来的意思 然后就 最低的 只要值得能比她高的 就可以一直往上高 就算维维姐在你面前 挑战高音游戏 你头也不太抬一个 你还记得 你老婆玩的游戏的时候 你在干什么吗 来上VC 要不要挑战一下 卡式四段高音 那她是哪个K姐 一脸担心的 马上帮老婆确认游戏的规则 随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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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先说什么 当老婆确认了游戏规则后 你的坐姿从舒服变成了备战状态 对比图 必须 舒服的坐姿 手上还在玩兔兔 F10 备战坐姿 兔兔算什么东西 我认为这次开始下车 她机智地提醒老婆开始时低一点 爱你不申走往上 爱你不贵走模样 你老婆可是很机智的 又被老婆可爱到了吧 爱你对着国舍往不肯哭一场 虽然只是完成了第一 但是给老婆称赞是必须的 相提 每次不管老婆做什么 你都一步一步的带领她 语气和眼神也是极其的温柔 还会帮老婆找提 你不想走暗想 爱你不归的模样 爱你对聚过这望 不肯哭一场 还会一直帮老婆看颜色 爱你哭声做暗想 爱你不归的模样 爱你对聚过这望 不肯哭一场 为啥你那么激动呢 不懂的人还以为是你在挑战呢 走来走来走来 专属老婆的捧场哦 前一秒本来还在放肤 像一秒听到还要老婆再敞刚一点 老公马上恢复非战状态 帮老婆掌批 对比图 为所有 开心的关乎 after 恢复非战状态 严肃烈 爱你爱你哭声做暗想 爱你不归的模样 爱你对聚过这望 不肯哭一场 专属老婆的捧场王再再次上线 不得不说余总真的本天蝎无目 天蝎做是很不喜欢多管闲事的 只关注自己在意的东西 不在意的天蝎都来得看一眼 整个挑战过程余总都特别温柔 眼睛也一直盯着他老婆 只要老婆转头过去一定会和老公对上眼 这个挑战应该改为卡合文是四段高一 当老婆玩到戏时 来 杰西卡 手机是什么东西 老婆上场了 当然要帮老婆打call 并且全程盯期呀 几号 这是互动题的五号 哇 负重深蹲 速是要再派出一位成员 与抽屉成员合作完成 暴起深蹲 暴起的方式不见 暴打 暴起深蹲 是不是深蹲把它背起来就行了 都行 就是 认真帮老婆审题 这傻孩子竟是眼呢 认真盯着全程 这里老婆不好意思让二姐背她 担心二姐会摔倒 所以老婆坚持要背二姐 老婆完美地完成了第一次 但当她想要来第二次的时候 就差点绝过去了 哟 老婆都差点摔了 你竟然笑得那么得意 谢谢啊 余总 也对毕竟你老婆坚持不让姐妹背 但能给你抱抱 挤高高 你不是要背她吗 他背我 他有背我 吓死我了 我也吓死我 我差点一个 绝多想 还问多一次姐妹 不是你背她吗 看把你给得意的 事实是你老婆只给你抱抱 挤高高 玩事了还对着老婆笑 你俩没来人去的是在干嘛呢 小青女眼神沟通 老公我做的好吧 我可没给她背我哟 很好过来 如果我老婆回家给你找你 OK回归主题 咱们余总不愧是演员哈 上一秒明明还在按电话 看了一眼是老婆的顺序时 下一秒就马上关手机 替老婆欢呼 还跟着老婆比老婆的666表情包 余总你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不猜你一定不知道 因为你比完了666 就心虚的把你的手放在了你的下巴 当姐妹蹦蹦跳跳的像这种 大家抱了之后再好好分配一下 这里本博主就静音败有点伤耳朵 如有冒犯到姐妹本博主在这里道歉 就是谁突然就跳来的这首歌 吓死我了 站在原地等姐妹走来找你家 站在原地等姐妹来找你家 你家自粘地上了 怎么一步都不想动 当老婆蹦蹦跳跳向你跑来时 马上我们一起来迎接 圣地其位的花朵战法 由于等下你们要来的花是在你的真的方向 所以一开始你是站着你打开手臂 等老婆蹭舞台过来 当你发现老婆向你跑来了 你就开心地跑向前去迎接老婆 并把她抱起起高高 当姐妹在念手写卡时 在开始之前先提醒姐妹 右边有个大屏幕哦 拍音乐热爱丁锁 一开始时代代地站着看前方 等姐妹说完了看一眼大屏幕 才敢跟观众拍手 希望下个舞台我们继续 姐妹说完了就望一下大屏幕 延后拍手 做一个懂得简单就是挂路的人 站内的活动活动延后拍手 姐妹在你旁边也不转头去看 看了一眼大屏幕没拍手 反而看了一眼自己的手写卡 这好像我一样 我是个无感情的拍手机器 看大屏幕然后拍手 姐妹在你旁边也不转头去看 就大胆去做吧 这小表情我估计你应该是在这里 因为要到你的顺序里 我想要尽用电影 那我在这里先祝大家 我早安 公布我安 人家站在你旁边 你头都不带转过去 就用余光偶尔描一下 这时候就知道保护你的脖子 你老婆讲话死了 你可不是这样的好 来让我们回顾一下 如果下次遇见你 期望是在晴天里 要对你说的话想来想 却是你我的记忆 就算很严重的权利 也要紧紧抱着你 你的脸领影在 在红面光线 逃到树林里 熟悉的地方想起你 却在上影迹一游戏 我们叫不离你 我都在犹豫 他看起来想起了爱情 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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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不靠近 这想起了爱情 虽然第一次接近 我们的美酒可以 请问你是否 愿不愿意 让我借过你心 了解你的情 如果下次遇见你 期望是在晴天里 要听你说的话想来想去 是你我的记忆 就算认识的距离 也要紧紧抱着你 在晴天里 在晴天里 我想笑着说 连离 余总我真的是双Q 就问你这个丁青魔脖子累不累 不管你累不累 反正本博主的手和嘴巴很累就是了 OK让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吧 当老婆念手写卡时 这不是一个再见 但比较只是一开始 一定要记住你的心 爱你吗 为什么咱们余总转向右边呢 大屏幕不是在左边吗 原来是左边也有一个大屏幕 那为什么余总不看右边的 而选择看左边呢 原因应该是如果余总看右边的 会有太多阻碍 毕竟姐妹们一个一个都站在那里 看左边的就没人阻碍到余总的视线 可以保证完美的看到老婆 当老婆说要跟随自己的信 好吗你还乖乖的点头 最后当然是拍手了 但是余总这表情我注意很久了 每次只要老婆说什么感触的时候 你都是这个表情 来上PCR 我的脑子没有足够的空间 我明白 加一 加二 加三 加四 你还听哭了呢 为什么你说我是哭 而不是因为脸上有东西 请助力接下去的解说 因为当周解说的时候余总吸了一下谜题 请助力余总的肩膀 小情侣就是双向温护的 老婆听到老哥说的哽咽了 老婆会马上转过去看着他 并在结束时 罗老公的腰已是安慰 上一次家人那一期也是这样咯 就算老公是像哭 老婆也会帮你擦眼泪 为你扇风 老公则会因为老婆哭的时候 用了别人用过的手绢而着急 他叫了老婆亲爱的 老公恨不得当时自己的在老婆身边 帮老婆擦眼泪吧 老公也会满点心疼的看着他 知道老婆不喜欢别人因为自己而哭 所以就默默的把自己的眼泪憋回去 遇到老婆的心 公司里在老婆面上写卡的时候 老公也跟着哭了 小情侣从来都不需要特意表达什么 只要一个眼神 彼此就知道意思 他懂我就让我懂他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哦 祝我们的小情侣永远快乐健康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了姐妹们